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6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第一个是中国放走斯诺登 守法是否高明 另外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要求高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不过首先我们来请赵婉成 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婉成 好的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星期五 6月28号中午 新疆和田市发生一起暴力袭击案件 官方媒体说 目前事件已经得到有效处置 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就在星期三 新疆吐鲁藩地区 善善县鲁克庆镇 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 官方宣布有35人死亡 包括当局所说的11名暴徒 新疆时常发生暴力事件 主要是维吾尔族 穆斯林与汉人之间的冲突 美国总统奥巴马 进去他的非洲三国之行 目前正在前往南非的途中 奥巴马非洲之行的目的 是扩大美国与非洲大陆的关系 奥巴马在对塞内加尔 进行了两天访问 离开塞内加尔 他会晤了萨勒总统 并大力宣扬民主与法治 奥巴马总统还动情地参观了 哥雷岛 这是18世纪奴隶贸易的象征 奥巴马在访问南非期间 是否会探视病中的 反种族隔离英雄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目前还不清楚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巴斯 就重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 和平谈判举行了会谈 克里星期五在约旦首都安曼 和阿巴斯举行了会谈 就为美国最高外交官 计划返回耶路撒冷 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进行进一步的会谈 争取让双方回到谈判桌 克里和内塔尼亚胡星期四 在耶路撒冷共进工作午餐 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不会放弃 对本国安全的关注 克里国务卿一直在 耶路撒冷和安曼之间穿梭 希望重启近年来 陷入僵局的中东和谈 就美国在前情报机构合同工 斯诺登寻求避难问题上 所施加的压力 厄瓜多尔总统 克雷亚猛烈抨击美国 美国官员警告说 美国要开始审议 是否暂停给予 厄瓜多尔的贸易优惠 克雷亚称这是讹诈 他说不要威胁我们 要取消关税优惠 我们单方面 并义无反顾地 谢绝这些优惠 你们自己留着吧 媒体报道说 斯诺登仍然滞留在 莫斯科机场 克雷雷说 斯诺登必须要先进入 厄瓜多尔大使馆或领土 厄瓜多尔才能够开始申请 受理庇护的申请 而有关国家还没有准许他进入 他说问题复杂 不知道将如何解决 那么有关斯诺登泄密案 接下来交点对话节目 还有深入的讨论 请您锁定 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媒体报道说 一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据称他泄露了有关对伊朗核设施 进行秘密网络攻击的机密信息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说 司法部正在调查 关于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卡特赖特 向记者提供有关电脑病毒阵网的信息的指称 报道说阵网是一个代号为奥运会的 更广泛网络攻击行动的组成部分 行动计划是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制定的 伊朗政府2010年11月说 一种电脑病毒使伊朗核设施的又浓缩活动 暂时陷于停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美国联邦大陪审团 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人 娇哈尔·萨纳耶夫正式提出起诉 指控他犯有30项罪行 今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赛期间 发生的连环爆炸案 炸死3人 炸伤260多人 如果罪名成立 19岁的萨纳耶夫面临终身监禁或死刑 下面是VOA卫视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萨诸塞州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卡门·奥尔蒂斯 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宣布了指控 大陪审团今天发出的起诉书 指控被告犯有多项罪行 其中包括串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导致人员死亡 串谋在公共场所放置炸弹 以及在公共场所引爆炸弹 并导致人员死亡 奥尔蒂斯说他和一些被炸伤的人 以及死难者的家属见过面 我们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寻求正义 这不仅是为了他们 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除了被控在波士顿马拉松赛期间 实施致命爆炸外 焦哈尔·萨纳耶夫还被控在案发几天后 杀害一名警察 当时他和哥哥塔梅尔兰·萨纳耶夫 正试图逃离 他们作案前在马拉松赛沿途的行踪 已被安全摄像头拍摄了下来 并向全国播放 塔梅尔兰最初是戴着黑色棒球帽的 一号嫌疑人 焦哈尔是反戴白色棒球帽的 二号嫌疑人 塔梅尔兰在于警方的情战中死亡 焦哈尔一天后落网 被抓获时 藏在波士顿郊外一所民宅后院 停放的小船里 萨纳耶夫兄弟过去十年来 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 他们的阻击在动荡的俄罗斯车臣 和达基斯坦地区 当地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经常袭击俄罗斯当局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好 最后我们来看 中国央行试图缓解外界对中国信贷紧缩 可能放缓经济活动的担忧 央行行长周小川星期五表示 政府将保证流动性和市场稳定 下面是VOA记者的报道 面对经济增长率放缓 中国正在做出政策调整 上周信贷紧缩 让利率升至创纪录的新高之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 央行将调整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来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是平稳的 物价形势基本稳定 都说明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合适的 效果是好的 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并朝力增强政策的前瞻性 针对性和灵活性 适时适度地进行预调微调 适时调节市场的流动性 保持市场的总体稳定 自从中国央行大幅度缩紧货币市场中的 货币供应量后 银行间借款利率上周飙升至28% 分析人士说 央行是在使用强硬手段 迫使银行退出非正规借贷市场中的 高风险的借贷活动 并放慢贷款增速 尽管信贷紧缩措施 可以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 对中国长期发展有利 但是经济学家说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20多年来 增长最缓慢的时期 短期内将因这一政策调整 承受更大的压力 美国之音 BUA卫视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重要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VoA卫视6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宇周 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 中国放走斯诺登 其手法是否高明 那么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 那么曹长青先生呢 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通过skype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一位呢 是中国时报的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第三位呢 是美国之音中 第三位呢 是政治政论作者 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先生呢 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呢 我们的资深编辑保深先生的原计划 参加节目 但是刚才由于身体突然不适 所以无法来到现场 那么首先呢 我们继续关注斯诺登泄密案 那么前美国国安局情报 工作人员斯诺登 引爆国际谍战之后 行踪诡秘 他星期天被中国开放了绿灯 远走莫斯科 并且出人意料的 在莫斯科滞留舒天之后呢 又被莫斯科下逐科岭 可能他的下家难寻 不过呢 北京香港和莫斯科 显然都拒绝与美国合作 交出这名美国政府的揭秘者 美国政府呢 处境非常的尴尬 他里外不是人 美国除了声明和谴责之外 似乎呢是一筹莫展 而媒体称呢 中国放走斯诺登 是为自己丢了包袱 而给美国呢留了面子 那么中国放走斯诺登 手法是否高明呢 斯诺登事件让中美得失何在呢 我们今天将邀请我们的嘉宾 进行讨论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为各位嘉宾呢 做一下最新的 这个有关详情的 这个更新 那么首先呢 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他在今天呢已经表示 说俄罗斯呢 希望斯诺登越早离开莫斯科越好 那么与此同时呢 原先打算给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的 比方说厄瓜多尔等国家呢 他们也表示说 要对这件事情呢 有进行重新的这个考虑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今天也看到新闻说 斯诺登据称是在四年之前 曾经在公开的这个谈话之中 表示过对揭秘者应该进行枪毙 而且呢他公开的宣称 反对危机揭秘的做法 那么首先我想请我们空中的 这个陈破空先生 来为我们观众分析一下斯诺登 接下来他的这个情况会是怎么样 首先我觉得 就是中国政府啊 他认为他把斯诺登这个放走 很高明 他是这么想的 他觉得我没有庇护斯诺登 算给了美国面子 没有损害中美关系 那么另外他觉得 我也没有把斯诺登交还跟美国 没有引渡他 没有让相对引渡他 以安慰了国内的左派 就国外国内都能交代的过去 然后通过一个中间方式 把斯诺登放到第三国 认为甩走了一个包袱 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 恰恰是很不高明 因为他两头都得罪了 对国内首先得罪了左派 因为左派没有想到 中国政府这么快 在美国政府刚刚说引渡两天之后 他就把斯诺登交了出去 那么这国内左派是非常失望的 因为他们一直呼吁要求中国政府 要么给他保护 要么就是说尽可能长的 比如香港的诉讼 搞个五年十年让美国下不去 那么另外一点美国也不高兴 因为你北京 你把斯诺登怎么样 是中美之间的事情 但是你突然把斯诺登送到了俄国 使这个事情复杂化 那北京就是始作雍者 说美国说损害了中美互信 就北京自认为没有 其实损害了这个关系 说把斯诺登送到这个俄国 这种生态复杂化 而斯诺登本人怎么样 我觉得他判断错了 第一是香港 他判断香港的法治 要保护他 没有保护他 他判断中国的人权有信任 结果中国没有保护他 那么结果他走了俄国 俄国是一定会充分利用他 因为俄国总统本身是出生于克格勃 所以说在他身上 首先要榨取情报 情报榨取够了 才可能会放他走 或者给他庇护 所以斯诺登本身也陷入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 一个尴尬局面 好的 那么请刘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您同意刚才 陈沃昆先生 他的观点 我觉得您刚才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讲美国里外不是人 中国在这件事情处理不好 也会是里外不是人 就好像陈破空先生刚刚讲的 你得罪了各方 那你的原则是什么 你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动机是什么 大家现在弄不清楚 可是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北京当局 究竟在整个事情上 所的参与的成分有多少 或者说最后香港决定放人 而没有把它扣下来交给美国 这件事情上 这个北京当局 究竟有多少这个角色 现在看起来 未必北京当局 有太多的涉入 因为在香港本身 它有一个困难 如果今天美国要我 把它交给美国 我就把它交出去 那改天 这个中国政府说 韩东方交给我 还给我们这个中央来 那是不是北京 香港就要把 中国的异议人士 也交还给北京呢 所以对香港来讲 他也是在 必须要兼顾 他自己的这个司法尊严 他的这个法制独立 以及他未来继续成为 这种政治意义人士的避风感 他做了一个 我觉得香港是做了一个 很明确的抉择 好 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 我们的曹长兴先生 我想问问就是刚才 我们的这个刘先生 和陈先生都表示呢 不赞成北京这样的做法 就弄得这个里外不是人 那您认为 有没有比北京 目前这个做法 更好的那么一个做法呢 当然更好的做法 更高明的做法 应该是中国政府 把这个司诺登引渡回这个美国 因为这个美国跟香港 签有这个引渡条约 而且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 1998年签署的 说明是得到北京中央政府 首肯的这样条约 那现在中国政府做这个事情 完全不高明 不高明第一点 那中国政府一直在宣扬一国两制 香港是独立的法治的 用一国两制来统战台湾 但今天这个中国政府放走 司诺登这个事件再次证明了 一国两制是谎言 因为香港完全没有独立的法治 还是一切挺北京的 因为香港跟美国签有引渡协议 但是没有遵守啊 而且香港原来的保安局长说了 司诺登这个事件 要经过法定审理 要费很多时间 甚至几个月 甚至几年 结果怎么样 美国宣布司诺登起诉他 说他是这个间谍队起诉之后 要求香港引渡之后 香港政府不到48小时 就允许司诺登离开了 说明什么 说明根本香港没有经过 香港最高立法院机构 第二香港也没有经过 这个法院审理 完全是听从北京政治指示的 这是北京的一国两制 这个说法 完全这个宣传 完全破产的 再次证明是谎言 再一个严重影响中美关系 因为中美两国元首 刚刚举行会谈 中国强调去跟美国 要这个相方互信啊 不断强调互信 结果他完全怎么样 根本没有信任 不可信任 第三个影响美国老百姓 对中共政权的看法 今天中国政府放走 斯诺登自以为得意 但是他在美国民众中间 产生很大的反弹 很大的厌恶的感觉 因为美国人对这个泄密 间谍非常看重的 非常反感的 像美国当年 这个原来泄密的科学家 美国的处于死刑的 美国多数老百姓支持的 再一次在美国政府 这个宣布起诉斯诺登之后 美国的民调是62% 认为支持美国政府 这样一个决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这个做法 是严重的损害了 磋伤了美国人民的感情 所以美国人会更认为 北京政权是不可信任的 严重影响中国的形象 好的 这里是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主持人宇舟 那么我想请问这个三位 我想请刘平先生回答一下 就是说 关于这个北京政府 放走斯诺登 那么您认为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最主要的就是 开头您也用了这个字嘛 是不是烫手山芋嘛 因为摆在手上 究竟怎么办 这个香港呢 他跟美国之间的条约 这个事情香港没有做到 你这两天 你如果去跟这个美国的 这个国务院的 这些部门接触的时候 你时时刻可以感到 他们那股这个愤怒 那就是说 美国这边是不是该做都做了 按照条约所进行的 你要求要这个 办些什么事情 美国都做了 然后美国觉得香港没有做到 对美国来讲 这个是白纸黑字的协议 没有办法得到这个 这个遵守 这个美国觉得是一个 很难以忍受的事情 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可是你刚才问他说 北京当局他为什么要放 或者是香港当局 为什么他不把这个人扣下来 就是在现实的情况之下 他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刚才这个破空跟这个 常青兄都讲了 中国政府这个做法 他应该也会盘算到 在美国对他一定是不高兴的 阳光地的高峰会 刚刚结束 现在你就让美国觉得 你是一个不可信任的 可是他扣在手上 他要怎么办 他要把他交给美国 他要怎么办 他这个自己以后 他要 刚才这个陈破空讲了 他国内左派的人 这些事情对他的这个 嚷嚷 他恐怕就没有办法承担得起 也就是说 因为他整个政权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 有民意基础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 这个左右为难 难以避免的事情 好的 美国之音的交点对话节目 下面我想问问 曹长青先生 就是有分析称 斯诺登给美国造成的 这个损失 相当于十个装甲师 那么美国政府 是不断地表示 就是不希望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把这个斯诺登放走 希望把它交给这个俄罗斯 交给美国 但是呢 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执行 那我想问问 就是说 像这样一个结局 是不是美国所遇到的 这个最坏的 这样一个结局呢 现在还很难说 因为现在斯诺登到底会 前途怎么样 还很难说 因为当然美国 现在斯诺登对美国 这个安全过程了威胁 因为他掌握这些情况 泄露之后 对美国的反恐 美国反恐人员的安全 美国人民的安全 都过程一种威胁的 所以为什么美国多数人民 支持美国政府 这个监控制计划 因为美国人在国家安全 人民自己本身的 这个身体安全 和这个隐私之间 隐私之间是愿意放弃 一部分隐私 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的 所以这大背景 像理性思考下 所以美国人民多数 支持政府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今天斯诺登 这么擅自了 这个泄露国家机密 既损害了 违背了他的职业道德 他原来宣誓的 所守密的 另外作为国家安全人员 也损了这个 这个完全食言的 他原来加入国家安全部门 也接入宣誓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斯诺登这个解释 我是这个揭露 美国这个剥夺人权 美国这个计划违法 完全不能成立的 美国这个计划 是在美国911 受到恐怖袭击之后 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中的 一部分是合法的 你不能说美国国会 通过的法律是违法的 美国国会是人民选出来 议员组成的 美国国会是美国最高立法机构 你说最高立法机构 通过的法律是违法的 再在逻辑上说不通的 说不通 第二个 美国这个临近计划 受到美国两党的监督和制约的 并不存在 一个党知道 另外一个党不知道 并不存在欺骗人民的问题 因为美国国会代表人民 是人民选出来的议员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怎么样 下一步很难说的 很可能最后不排除 被遣渡回来 引渡回来 因为什么 现在摩托罗斯不接受他 他在那个机场待着 待着结果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接受的话 他要待多久呢 所以他的前途 现在很难说 现在是最坏的决局 不排除将来 有被引渡回来的可能性 好的 谢谢曹长欣先生 我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那么接下来 我们想看看就是说 不管是斯诺登 他的做法对与错 我们姑且不论 还有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的做法怎么样呢 我们也是按下不表 我们想看看 从中国方面来说 从斯诺登这件事情 中国人民是不是能够 学到一点 学到一些东西呢 比方说 人民和政府 他们的立场呢 本来就是应该处于 对立方面 那么双方的这个利益呢 可以说呢 也应该是天生的一个对立 统一呢 那么破空先生 对 这个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应该说是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来这个对人民负责 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官民关系 但中国的这个关系 正好是倒过来 政府他要拥有很大的 极大的权力 但是他却不想负责 不想对人民负责 同时人民呢 本来是应该说 是这个由选举选择政府 罢免政府和监督政府的权力 但是他们却爱莫能助 他们的权力很小 所以斯洛登事件 当然也是一个启发 就斯洛登出现在美国并不奇怪 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 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出现 但斯洛登他出现之后 不能造成一个误会说 他是不是在维护某种言论自由 或者某种人权 他实际上就是泄密 我们看到美国两党有很多的分歧 但是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分歧 立场一致 因为斯洛登是个刑事案 是个泄密者 是个盗窃国家资产的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不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 或言论自由问题 言论自由人权 他可以在他的范围内 这完全没有问题 但他的职责 如果他做那件事情 他又背叛他事先的效忠和宣誓 来违背他所 把这个事情来破坏的话 他自己也说了 刚才一个新闻说 他认为泄密者是要枪毙的 他自己都那么痛恨泄密者 那么他又成了一个泄密者 说这个是不可原谅 我想中国人民 如果知道完整的资讯的话 他能够了解其中的区别 而且中国人民 通过这件事情也可以比较 为什么中国政府 急急忙忙把他甩出手 其中也有个新病中国政府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在香港五年十年 炒作下去的话 中国政府会感觉到 美国的监控是什么 你中国政府的监控是什么 美国的监控是为了 人民的安全 为了一个反恐 你中国政府的监控 却是监控你的人民 是为了巩固你的政权 为了是镇压异己 说这些事实扩大化之后 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 说中国政府还积极忙忙收场 而中国这个收场 不仅让美国感到意外 让这个国内的左派感到意外 老实说让我们这样紧跟形势 他这个政治评论人士 都会感到意外 觉得他这样的处理 完全是就是 这个手法就是只能说是 非常不高明 甚至很愚蠢 好的我们现场的刘先生 我前两天跟一位 在美国的大学教授 谈了一下 他说他接触的 这个美国这些年轻人 像斯诺登 29岁30岁不到 他说他充分的反映出了 一种什么心态呢 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 我就要把它说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 曹长金跟陈伯公年龄比我轻一点 但是也都比斯诺登年龄要大 这个考虑的时候包含了 你是不是这个对于国家的这个忠诚 包含了你是不是能够 对于你自己的这个诺言要履行 包含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的这个法律所制定的过程 基本上是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的 所以呢 这个斯诺登 他确实是处于一种背叛 或者泄密的行为 可是呢在斯诺登自己的那个年龄层 他想的跟我们这个年龄层 想的不太一样 他想的就是说 美国今天呢 做的很多事情 在我看来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吧 他也是 是这个摄入到了人民的这个这个隐私的部分 事实上 这有很大的区别 刚才专家们也都分析了 美国这个 他是为了要反恐的目的 跟这个中国是要维稳人的目的 是有天壤之别 可是在斯诺登 他看来 这就是美国政府言行不一 这就是美国政府也是关起门了 也做了一些事情 是我们人民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要把它揭发出来 这个是斯诺登 他一个非常基本的心态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新闻 就是前几天华人的邮报呢 实际上又 刊出了一篇新闻 就是讲到 这个斯诺登 我们现在大家好像 这个对他进行批判的比较多 那么斯诺登这个人 是不是确实 确有其人 那么这个报道也非常的有意思 那他上面讲 就是说 美国政府实际上呢 在使用这个斯诺登 把它作为一个烟幕弹 来掩盖美国政府呢 想要 就正在被歇密的 另外一个计划 叫做星际计划 那么这个星际峰计划 那么这个星际峰呢 是由四个秘密的 这个项目组成 其中呢 这个斯诺登 他所曝光的这个能径计划呢 只是其中的这个一部分 那么您怎么看呢 我读到您讲这篇文章 这个 他这个分析呢 基本上是说是制造一个小问题 然后掩盖这个大问题 是手具饱足嘛 对对 我想这个应该是 这个揣测的成分 居然应该高了一点 也就是说斯诺登 他就是一个泄密 然后对美国政府来讲 一下子就是有一点上措手不及 究竟要怎么办 就没办法 那但是这个华盛顿邮报这个文章 他反映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斯诺登所没有泄的密 还有多少或者美国政府他基于他的这个 不管你是反恐 你是这个国家这个更长大 更更长远的目标 更远大的计划 那不管是怎么样 那恐怕还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就让大家觉得这个也是美国社会可贵的地方 因为呢大家可以现在这个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中间派 人家自由派保守派 你都可以义正词严的骂美国政府 或者你也可以痛快淋漓的骂斯诺登 这就说明了这个社会也在这一方面呈现的可爱 还是很值得我们珍惜的 曹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讲会议一下刘平先生 刚才提的这个斯诺登这个年龄段的 美国青年的想法 刘平先生认为他可能是比较天真 那个年龄段 确实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那么现在在美国有孩子的华人也都知道 他跟中国那种比较复杂的那种文化 和那种背景下成长不太一样 比较单纯 但是这么一个单纯的美国青年 为什么会逃到香港去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不排除是中国政府整个一手导演的 因为这个时间段非常令人质疑 因为正好是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而这个会谈的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就是中国这个解放军的网络部队 攻击美国的网络 导致美国从上到下老百姓的政府 都非常愤怒不满 在这个问题谈判的时候 那个美国总统向中国的主席提出来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有个斯多东事件提出来了 其实是什么呢 美国政府也在做这个事情 而且美国政府在监视监控 这个窃听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政府中国政府很多很多网站 这等于是好像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差不多了 一样了半斤八两了 所以给了中国的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这种共产党的喉舌 一个充分的一个机会和一个把柄来攻击美国 一个理由来攻击美国 所以这个事件这个时间点是令人质疑 是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或者想出风头的美国的一个青年 被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弄到了香港 利用它来打击美国 丑化美国 以此给中国这个攻击美国网络这样一个丑闻 提供一个解套 所以这也不是令人质疑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政府放了它 根本不是香港政府放了 这大家有点常识都看到了 是北京中央政府做的决定吗 那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北京匆忙要放了它 我觉得很可能是不排除北京担心 一旦斯诺登被引渡回美国 把这个背景 把这个背后这些黑幕揭露出来 好 刘先生 我非常简短的回应 这个曹长青先生刚才讲了 这个是可能这中国老早就已经吸收它了 或者怎么样 我想起来 那这美国是报应来了 为什么呢 这个斯诺登他的这个工作 他过去是这个 等于是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合约商的一个雇员 台湾当年研发核武 后来消息曝光 这个美国派了专人去到台湾去 去拆毁 拆走台湾的这个核武发展设施 美国怎么会知道台湾在研究原子弹呢 那就是因为中央情报局 老早就吸收了台湾的一个年轻人 这个人是台湾的军方 保送他来美国上学的 在美国念学位的 所以呢 他也是二十几岁 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吸收了 所以他后来就是埋在台湾的核子发展设施中间 美国的一个种子 那所以今天美国如果 真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结果被中国吸收的话 那你就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各国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美国从前做这样的事情 美国今天也知道 被人家做这种事情是什么样的感受了 好 那么就是我想问问 就是像北京放走了这个斯诺登 俄罗斯呢 也放走斯诺登 就这两国家都不跟美国进行合作 那么这个斯诺登这小人物 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能量挑起 这美国和昔日的冷战对手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刘平先生 这恐怕是他始料所未及的 就不管他是这个 是就是怀着一片这种 是这个所谓这个 要成亲天下 始成之心 对 或者是说他真的是 老早就已经被这个中国安排好的 恐怕他都没有预料到 这个事情现在会冲击 美中之间所谓的大国关系 会一下子把俄罗斯也卷进来 会像您刚才讲的 俄罗斯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本来说欢迎他来 现在要再考虑了 那其他的国家会怎么样看待 是不是其他国家心里都在想 如果今天这个人呢 就让他这种在 在世界各地自由行走 将来我的国家 也出现这样一个叛徒的时候 我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各国的这个脑子里面的 现在恐怕也都是 这个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是好 那也就是说这个各个国家 都在自己试图穿上一下 这双鞋 如果你进了这双鞋之后 你会怎么办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据我们所了解 在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卫报 都是在6月6号这一天 披露了斯诺登所泄露的 这个机密的事件的报道 那么为什么这个英国卫报记者 格林沃尔德 也是Glenn Greenwald 他好像引起更大的关注呢 我想看看这个空中的 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 对 这个记者就是Glenn Greenwald 他这个记者 他的立场是一直是比较偏激的 当然他作为新闻记者 他有言论自由 他有采访自由 他有这个新闻报道方面的 各方面的这个自由权 他报道这个事 他没错 他报道别的事 或者说有人给他提供性命 都没错 问题这个记者的立场 确实是值得争议 他在小布什时代 当时反恐形势非常严峻 当这个小布什签署了 爱国者法案 也获得了参众两岸的一直支持 美国人民也都是支持 但是这个记者就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样的爱国者法案 是这个妨碍了这个民权 那我们知道这个自由社会 跟专制社会 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自由社会的人 享受惯了自由 有一点点缩小 都会有人出来大喊大叫 那么这个记者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如果专制社会那边相反 如果说专制习惯了 有一点点自由 都会有一些极端人士 出来这个喊受不了 就好像中国的左派 看不惯香港的自由 看不惯台湾的民主一样 所以这个记者的立场 毫无疑问的是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而且他在后面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 像美国的一些 跟反恐有关的法案 或者跟民权 这个处理平衡的法案 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正因为美国 是一个民主社会 不管是这个记者的立场也好 还是斯洛登爆料也好 斯洛登爆料本身 它是违法的 但这件事情本身 也可以值得美国思索 我相信美国政府 将来会做得更好 就在平衡国家安全 和个人隐私 民权方面会做得更好 而且奥巴马总统公开说了 他欢迎这种辩论 这种辩论是无限期的 我想这种辩论 能够促进美国社会 把各方面做得更协调 这恰恰是一个 民主社会的活力 跟其他集权国家 所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 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那么下面我们想看看 就是说 有这个分析评论上 斯洛登在香港 还有在莫斯科 都待了很长的 好几天的时间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 实际上 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 还是俄罗斯政府也好 都把他们想要得到的资料 或者情报 大概已经了解 或者说掌握得差不多了 那么在俄罗斯机场 据称斯洛登上一个洗手间 似乎也有好几个的 俄罗斯特工陪伴在他身边 那么我想问问刘平先生 那么这样一种说法 是不是有道理 就是说 大家把他这个情报 弄完之后不要他 与其说是不要他 不如说是 后来发现 这个山芋还真是 烫得不得了 而且甚至可能越来越烫 他所提供的一些讯息 除了他带去的电脑之外 恐怕他脑子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是说脑子里面的东西 就是说 美国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子 美国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顾虑 或者说美国这方面的思维 和中国或者跟俄罗斯 他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些事情恐怕是在脑子里面的 也就是说 现在各国把你的机密炸掉了 就把你气质如臂喜了 狡吐死走狗喷了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恐怕更大的问题是说 后来发现他真的很麻烦 因为就好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谈到 美国的民意 基本上是希望把它绳之以法的 我们上个星期节目也谈到过 过半数的美国人是愿意说 国家基于反恐或者安全 我的电邮让美国政府检查 或者是电话让美国政府监听 他愿意牺牲一部分的自由 来换取更大的安全保障 只要我这样的牺牲 是可以得到这个整个国家的保障 比方说这种美国的立法机构 比方说美国在执行很多事情 他要经过法官的批准 比方说他在执行 发现社会上能够有一个 非常不断的强力的反省的意见 这些都基本的公民权 都不会受到伤害的话 他人民愿意做一些牺牲 那么就发现斯诺登 他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 是大家比较普遍的 甚至是非常高比例的 对他的质疑的时候 很多国家就发现 这个山域恐怕还真的是很烫 所以还是赶快把它抛出去吧 好的 那么另外这个空中的 曹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说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不管是北京政府 还是俄罗斯政府 不管是中国大陆 还是俄罗斯 那么不管怎么说 他们对于斯诺登 这么一个对抗政府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去处 因为这两个国家 他们都非常的反感 对抗政府这样的事件 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然了 现在为什么美国多数人民 支持政府这个起诉这个斯诺登 因为斯诺登自前矛盾呢 你说为了这个人权自由 可是你跑到两个非常不自由的地方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而俄国的人权记录也不是非常好 尤其俄国总统这个强势领导 很多违反人权的事情 你跑到这两个国家 而且还要去通过去古巴 通过古巴转机到委内威尔拉 或者到俄瓜多尔 俄瓜多尔的人权也不是那么好的 说这个人权报告都展示了 这样的话你得以自相矛盾呢 所以整个使他的这个原来那套说法 令更多人质疑了 而且我们从这个事件 还看出了一个俄罗斯和中国的不同 现在看来俄罗斯不可能给予 这个斯诺登政治庇固 也不能庇固他 而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同在哪里 中国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人民日报 环境日报 所有报纸都一个调子 支持北京政府 支持香港的做法 没有不同的声音 批评香港政府 批评北京的声音没有的 在中国的报纸上 官方媒体上发出来的 而俄罗斯有了新闻自由 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很多报纸 现在批评俄罗斯政府 现在这种做法 认为你这种做法 他已经这个斯诺登的护照 已经被吊销了 国务院已经吊销了 他已经没有合法履行文件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俄罗斯还允许他自由的履行的话 你不仅是挑战美国 同时也挑战世界的惯例 那美国很多专家 在电视上提到了 在过去几年 美国俄罗斯之间 美国曾经把俄罗斯政府认为的 嫌犯 1700名嫌犯 引渡回了俄罗斯 引渡回了俄国 1700名 就有500名被俄罗斯定罪了 说美国在遵守这个引渡条约的 那今天俄国是不是要遵守这个惯例呢 遵守这些签订条约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内部也有压力的 俄罗斯政府主要受得来的俄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压力 而中国政府就没有这个 因为它专制的国家 所以未来这个斯多顿怎么样 很可能不排除在俄罗斯机场 这个待很长的时间 因为有个潜力 就是在2006年到2007年的时候 伊朗有个女性带两个孩子 她的丈夫被伊朗当局迫害致死了 她准备去加拿大这个政治庇护 在俄罗斯起飞的时候 突经德国的时候 德国机场认为她的护照不合格 退回给俄罗斯 俄罗斯在不再接受 她又不能回到伊朗 结果就在俄罗斯的这个斯多顿 现在待着这个机场 待了十个月 最后才被加拿大接受了 给政治庇护了 所以斯多顿不排除长期在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机场 好的 意欲未尽 但是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有关斯多顿的话题呢 我们现在就进行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日前在政治局召开的专门会议上 敦促中共的高层 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那么这样的口号呢 是不是老调重谈 我们将进行探讨 请你不要离开 接触信息的脉动 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 我是端庆平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 在几天前呢 习近平在政治局召开的专门会议上 敦促政治局委员 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他说呢 政治局必须把政治思想建设 放在第一位 习近平这个是老调重谈 观样文章表面做呢 还是他自己心虚力薄 期待借助先人的身后排位 给自己的统治补充底气呢 习近平究竟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想请各位嘉宾分析和讨论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请这个空中的 陈破空先生 我想问问您 就是在6月25号召开的这次会议上 当然这次会议呢 是开了几天 从6月22号到25号结束 那么在25号呢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是讲说 要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 同时呢 他还这个把马克思主义啊 邓小平的理论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和这个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通通的给提出来了 但是呢 没有提到这个毛泽东思想 同时呢 他也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的理论 所以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政治局连续开四天会 而且后来把相片和这个公告的公报出来 而且有些用词是很那个比较重的 比如说碰撞了思想 或者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想这个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 就是有火药味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会议啊 在毛泽东时代经常会有 那么到后来邓小平的时候 邓小平为了斗华国锋 曾经有过一个较长的政治局会议 从邓小平时代之后呢 就没有了 江泽民时代 这个胡锦涛时代都没有 那么现在有一个整风 整到了政治局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中共党内高层啊 权力斗争非常严重 因为习近平用的词是 他最近用的词是整风 实际上整风就是延安用的词 整顿作风嘛 实际上整风在毛泽东内就整人 实际上他打着这个路线 毛泽东打着路线斗争的民意 他实际上是权力斗争 他把那个很有名望的苏联派来的王明 他要打下去 他要整风 他把国内很有名望的周恩来要打下去 他要整风 所以整风呢 最后就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 就你是跟毛走还是跟非毛走 那么跟毛走 那你就跟着我 那么不跟毛走 对不起 打下去 所以这个习近平这个整风啊 我认为还是整人 就是说还是在政治局里面 只不过他想打招呼的就是说 不想再出陈良宇事件 不想再出薄熙来事件 不想再出这个陈希同事件 最好是各位政治局委员 自律不要各说各话 各行歧视 不要不服我 不要这个不服气 这个不服新军 如果到那个时候 大家权力斗争就很难看了 所以说我认为 中共高层出了问题 才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一个重要的看点 好的 曹长青先生 你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布公分析的是对的 这个共产党 这个从延安整风开始 所谓整风 就是基本是整人 进行党内斗争 大家都知道的 不仅是刚才布公提到 中共历史上 就近在几十年前的 这个中共这个邓小平起来之后 把华国锋这一派打倒 也是用整风的方式 政治局开会 多天开会 开了几十天 开了好像接近一个月 主要是把华国锋 手下的什么汪东兴 等等其他人的权力缺减了 然后最后把这个华国锋拿掉来 所以整个共产党的整风 就是整人的 进行权力斗争的 另外一个 这次习近平召开政局会议 开了这么多天 强调什么统一思想 权威 不要不同的声音 其实这样权威什么 就要树立习近平自己的权威 说明他的权威 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 那么现在怎么挑战 我不清楚 但是起码是有人在挑战 那什么在挑战 挑战习近平什么想法 那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 再次强调这个 这个邓小平思想啊 什么几个核心等等 跟他过去强调是一样的 还是共产党左派那一套的 没有任何政治改革 新的思想 新的思维都没有的 所以不排除下面有人挑战 是挑战他这个旧思维 旧头脑 顽固的头脑 包括这个习近平 这个访问俄国的时候 跟这个俄国总统说 我的性格跟你很相像 俄国是个科格国出身的一个总统 而且是强势的这个威权的领导 他说跟他性格很相像 又说自己是哀叹 整个俄国共产党倒台了 没有一个男儿啊 他要做中国的男儿来拯救 抢救这个中国共产党 那这种说法完全是老旧的 完全甚至反动的 那这种想维护共产党一党统治 这种想法 很可能受到党内的挑战 或者质疑或者非议的 所以这个政治局会议 再次向外界展示了 中共高层不是铁板一块的 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是有严重矛盾的 而且习近平这个没有能力的人 他的这个形象 受到更多人的挑战 好的 那我想问问这个 我们野博士的刘平先生 刘平先生 你看就从刚才两位分析来看 那么他们都认为 这个习近平所走的这个路线 基本上是沿用过去的一套 那么如果是从思想上来说 他是不是 我们可以解读说 他其实走的是这个 雍毛的这个毛左的路线呢 我基本上赞同 曹上青和陈破空两位的说法 就是他这是在 习近平他为了要 说得好听一点 是他更有效的领导 说难听一点 就是要巩固他的权位 但是我还对于习近平 多少还带有一点憧憬 我所说憧憬就是说 他毕竟这个整风 还是整人之外 他还是要有点整顿风气 所以你看他 后来正式发布的一些文件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是很希望能够做一些好事情 你比方说他这个 要好好约束你的家人 身边的人 要对于这个这种什么 什么预付卡呀 什么贵宾卡 这些事情要加一些管制 也就是说他做副主席的时候 跟他这个真正做了国家主席 成了党的一把手的时候 他对于问题的看法 就可能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不一样的 还有他所掌握的讯息 他对事态的了解 他对于现在的这个危机 他的这个意识 恐怕都跟原来不一样 所以他希望比方要提高政治认识 比方说他刚才两位专家 提到很多的观点 还有一个很要紧的 他就是说党这个权威 要维护 要维护 因为他了解到 现在已经到了这种 亡党的这种风险是事实存在的 他这个十年能不能坐满 或者他两个人能不能坐满 这都时时刻刻都在 他这个恐怕他也是会有寝食难安的感觉 所以他现在要提出来的这些事情 固然是不排除他要滚固他的权位 但是更要紧的他要滚固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也就反映出了现实情势的严峻 那么您谈到这个滚固共产党的领导 那么我记得 这个在纽约时报不久前 好像登过一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就是说 习近平呢 要么改革 要么做这个末代皇帝 那就这个跟您这个想法是很非常的吻合 那么下面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 陈破空先生 陈先生您怎么看 对 这个习近平呢 他上台之后呢 他有一些想作为的表象 我们看得出来 比如说他限制领导干部这些 这些花费 或者军队的这个军车车牌 或者是军队禁酒令 甚至出现了一些迹象 比如说一些餐馆和一些高档酒店 就因此损害了损失了业务 因为干部不能够随便花费了 另外呢 这个军队呢 据说是禁酒令 伤害了这个官兵的感情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一些高档商品 卖不出去 这些表面现象看出来 习近平是有心呢 想做点事情来挽救这个党 但问题是 他做的这一套方法 还是人质的方法 不仅是人质的方法 而且是毛质的方法 就是毛氏的方法 你比如说他用的语言 都是毛氏的 什么密歇联系群众 毛泽东语言 什么批评自我批评 毛泽东语言 还有包括自治病 洗洗澡自治病 就是延安整风的原话 洗澡 毛泽东就跟他说 延安整风结束 给你们洗洗澡自治病 过来就算了 就这么讲的 然后他说的什么 赵敬子 郑医官 这是唐朝 那个唐太宗时代的话 说这些都是 很人质的一些方法 就他脑子里 还是没有法治观念 一个人的语言体系 如果没有翻新 很难说 他的思想体系会翻新 或者他的这个 其他行为方式会翻新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的这些 这些做法呢 就是说袁熙旧的一套 我认为呢 这个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时代 都有不同程度 什么管好身边人 又是什么这个要禁止军车牌 要是什么什么不准销售 一阵风就过了 说共产党的事情是一阵风 最后他就在权力巩固了 这个能够发号施令了 他也就算了 习近平如果就按照这个方式走 不能够在中国的制度上 做正正的改革 不做政治改革的话 那么也就是一阵风 过一段时间 大家有看习惯了 最后我们看到 又是一个什么新军上台 又是一个重复一套 老一套 对中国政治体制 或者经济改革的实质 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 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看看 就是习近平呢 据说在上次开的 这几天的会议上 除了国内的贪腐问题 风气问题之外 也谈到了国际 它的外交政策这一方面 那么他是这么讲 中央政治局要善于 把握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 善于把握什么什么样的 国内形势 这个我们就不赘述 那么说到这个国际这一方面呢 我们想问问这个空中的曹先生 就是说呢 这个中国呢 目前呢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那么他在这个这么一个国家呢 他在士兵呢 有这个空间上的这个需求 那么这个空间呢 包括物质的空间和非物质的空间 那么这个物质的空间 当然就是说这个领土呀 海洋这些主权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非物质的空间呢 就是包括这个思想体系呀 你的这个理论指导方向 当然这个话呢 是这个中国国内的这样一个语言 是没有新意的语言 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 习近平是不是也这个领悟到了 在国际上的需要 要获得一些这个思想精神上的空间呢 我看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的外交想法跟过去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还是过去老一套 而且甚至可能更退步 因为我看看他上台之后 首先访问的是这个俄罗斯 而没有访问美国 美国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国家 没有 然后去了非洲小国访问 回到中国的途中 半路上顺道到美国 而跟美国总统举行一个非正式 非常非常不正式的这个会谈 所以根本没有重视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多重要啊 不要说别的层面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强 而且是中美贸易俄 去年达到历史新高5000亿美元呢 是中国30年前建交以来的 接近200倍了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上 没有重视美国 而且还是访问俄罗斯 给人的感觉还要延续过去江振民呢 胡锦刀时代那种所谓的联合苏联 联合俄国对抗美国这样一个思路 包括联合非洲小国 在美国后院制约美国 这一个思路 今天我们有点常识看到了 全世界谁在阻止中国崛起 没有的 中国崛起并没有一个 中国碰上了一个千锋难得的国际和平环境啊 美国哪个国家侵略中国 哪个国家在阻止中国崛起 没有的事情 是中国自己这个制度 这个专制的制度 在制约 在损害中国的和平崛起 你在发展军事 而威胁周边国家 而且剥夺中国人权 在这样一个专制制度下 怎么可能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 和这个经济的健康的发展呢 包括中国最近股票大跌 这个中国买股票的股民可能都惨透了 中国的上海股票一下跌了10%以上 这个几天之内 所以中国的经济上不稳定 政治上不稳定 政治局开会告诉外界 中共内部没有真正的团结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是外交 哪有真正的外交 今天真正的外交就应该是跟世界上 那些文明的国家建立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 包括又回到刚才斯诺登的话题的话 那应该是引渡斯诺登 让香港真正有一国两制 真正体现法治 把美国取消护照的这么一个嫌犯 引渡回美国遵守美港引渡条约 都不这么做 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 从他内政外交来看 都跟过去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所以还是这个新平装旧旧 好 老平装旧旧 那么刚才呢 曹先生也谈到了中国最近这个经济情况 尤其是金融市场好像动荡不安 非常的这个跌宕起伏 那么说到这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说有人说 一些中国的官员呢 的确是提出了这个改革的措施 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刘平先生 那么他们提出措施呢 包括要减少某些对这个能源和自然资源价格的 这个国家的掌控 那么同时呢 在国有大企业长期垄断的这个行业里呢 鼓励这个私营企业 同时呢 也在金融业呢 引入更当更多的这个市场的竞争 那么我想问问 就是如果是在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 他希望还这个尽量的维系 或者拖延现在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同事 如果进行这样一些这个经济改革呢 是不是使得这个中国的国家呢 还能够朝向比较稳定一点的方向发展 好 其实这就是可以这个呼应刚才曹商生讲的话 说美国是在阻止或者是反对中国崛起吗 或者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其实美国也一直是跟中国这么讲的 再过一个多礼拜 在中美之间要开这个战略及经济对话 在华府举行 你可以预期得到 美国还是这样子期待中国走一些改革开放的路 这个改革开放它有它的局限 在政治 在这个经济上 你没有办法完全的 这个让大家去放手去做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包含你自己是裹着小脚的 你自己是跨不开 你就必须在政治上 能够让人民觉得我的希望在哪里 这个人民在 这个像 这我们讲的像斯诺登这个案子 斯诺登这个案子 它所反映出来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百花齐棒的时代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 而且呢 我们今天不怕说这个欧巴马政府对我们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再过几年选举 说不定共和党上来了 欧巴马如果有什么丑心猎击 到那个时候全部都给你露露出来 中国今天不会呀 今天这个习近平他希望 这个能够有改善风际 我注意他这个讲话里面 一直有讲到这个不政治风 所以他了解到这个不政治风 对于国家和对于党对人民的伤害 可是你今天在政治上 你没有办法走向 这种相互制衡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不政治风 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善 所以呢 这个我们这个话就扯远了 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现在走这些这个路子 他不走不行 可是呢 他却走的时候 必然会遇到障碍 除非他在体制上 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好 秦先生 我们还有40秒 对 对 我想这个 如果他想提这个反腐 或者提改革 做一件事情够了 就是公布官员的财产 如果官员的财产都不能公布 而且把那些呼吁公布官员财产的 十几个维权人士都抓起来 这说明你反腐是假的 说你实际上还是在党内进行协调 实际上就是说 习近平的本身 他是在看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 要往左边走 他就往左边走 往右边走 就往右边走 所以我说他的结论就是 他是利益集团的平衡器 是利益集团的傀儡 不可能有所作为 除非中国的政治体制 能够撞开一条血路 好的 非常精彩 那么时间不多了 我们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接下来是我们的 但无虚发栏目 请您不要离开 那么好的 节目呢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又是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大念这个体面建筑 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建 外国人怎么念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头 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 梦包和马术沟通的 保证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好的 节目最后是我们的 淡污虚发栏目 请各位来点评 最近一个星期 没有上头条 但是却发人深省的新闻 那么首先呢 是空中的常青 常青先生 对 现在这个美国媒体有所报道 但是报道的不多 就是中国的盲人 维权律师 陈光诚 访问台湾 在美国媒体有一点报道 在中国官方媒体 几乎没有报道 有一点环球时报 也是这个 进行批评和攻击 那个陈光诚事件 为什么我觉得 对美国很重要 就是说 当年中国政府 在这个美国重要的 这个纽约 曼哈顿时代广场 输了一个广告牌 花了巨款 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 最高的一个广告牌 花了很多钱 干什么呢 想这个宣传中国呀 输到中国形象啊 输到北京的形象 可是我想说 陈光诚 中国政府迫害 陈光诚的一个事件 在美国老百姓中 中国政府形象大跌的 就美国人 对这个残疾人 是相当相当同情了 你看在美国住的人 到美国公共这个停车场 到处最好的位置 都给残上人了 有的时候都觉得那个位置 给的太多了 过多了 就美国人对这个残上人 相当相当同情了 所以中国迫害一个残上人 一下子使这形象大跌 这是多少年都挽回不来的 这次斯诺登事件 同样也是在一个陈光诚事件 美国人对这个泄灭 间谍非常痛恨的 刚才我提到 当年发展原子弹的 把这个美国情报 给了苏联的科学家 美国的科学家被触决死刑了 所以这种情况 斯诺登到陈光诚 这两个事件 都是中国这个政府 官方政府形象 在美国大跌的 所以中国政府在时代广场 在树造 在树立100个广告牌 也抵消不了的 好的 好 下面的是我们 闫播室的刘平先生 刘先生 好的 前几天 6月25号是韩战爆发 应该是63周年了吧 南韩政府做了个民意调查 结果发现呢 超过半数的南韩的青少年 不知道韩战这个时候 到底哪个年哪日呢 更不要提了 而事实上呢 这个南韩的青少年呢 担心北韩 对他们这个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忧虑的程度 高过成年人 可是呢 好像大家对于历史 常常缺乏一个 具体的背景根本不了解 对 这让我想起来 911那几天的时候 《华盛顿邮报》的 一个专栏作家写的 他说呢 他在一个酒吧里面 听到两个年轻人在讲 一个人讲说 这个911这个事件 就好像是当年的珍珠港 那另外一个就说 什么珍珠港啊 你不知道珍珠港啊 珍珠港就是后来 把美国拖进越战的 那件事情 所以就是对于历史 缺乏了解的话 很不小 如果很不幸 就可能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好的 谢谢刘先生 下面呢 是空中的 陈破空先生 钱先生 对 最近呢 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中国的这个贪官 出了事之后 出庭受审 他们都拒绝请律师 都不想请律师 他们都想 要么就拿钱摆平 要么就说律师也没用 甚至要律师不辩护 比如说这个 当时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青 还有安徽省的副书记 那个王耀昭 他们那个出了事之后 首先不是想请律师 他们都是各自拿出一百万 想摆平官方的关系 结果那一百万 还被那个中间人给骗了 另外那个铁道部长刘志军 出事之后 他的部下出了事先 丁苏苗 他就叫他的部下 准备四千万 要摆平中级委的官员 他也不想到要请律师什么的 结果后来就轮到他自己出事了 出事他自己就说 他说我两年多了 关了两年多 从来没想到见律师 也不见律师 他说我不知道法律有什么用 甚至他拒绝律师 后来官方给他指定了律师 他告诉律师他不用辩护 他说无论生死都不上诉 甚至他说这个 这个就是叫什么呢 他说生是组织的人 死是组织的鬼 没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省委书记 贵州省委书记刘芳仁 他给这个律师讲 他说我干嘛要请律师呢 他说我是组织上的人 我怎么能请律师跟党作队呢 说这些官僚集团呢 他这个老代理 就没有这个法治观念 他们在台上的时候 也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红尔还要鼓开来 在法庭上啊 用一种领导的口气 对这个安徽的这个法庭说话 他知道他不是他们做出的决定 是背后有人做的决定 他就说啊 你们做得很对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很不错 好像他是一个领导 站在法庭上表扬他们一样 说中国谈判这些思想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谢谢陈先生 谢谢各位的点评 那么观众朋友 今天的焦点对话呢 就进行到这里 曹长青 刘平和陈破空的精彩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是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节目之后呢 我们请您观看 美国宇航局发射一颗卫星 探测太阳的片段 我是宇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